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我是Herman 今天很棒,為什麼我們是三人行? 不止 不止 是五人行 我們今天四家一個人走 我們今天走哪? 我們看望夫石 看望夫石 還有呢? 還有看獅子 就是說我們今天走獅子山 沒錯 一個非常輕鬆的路線 我們會選擇由大圍出發到祝園做終點 沒錯 好,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陌生的面孔加入呢? 你不是陌生的面孔 你陸陸沒有很陌生嗎? 今天跟我們走山的有海水師兄 當然有我 很久都沒有露面的情精又出來了 到現在都是半露面的 好,半露面的 還有兩位,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Hello,我是小金 小金 小金姐 嘩,不要交遮子 哈哈 另外一位是 Hello,我是Hermie Hermie Hermie 好,兩位都是觀眾團的成員 今天觀眾團又回來了 對,沒錯 大家打算全程戴口罩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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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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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在新翠村的方向就一直繼續走 走下去之後 我們又要上一級樓梯 不是一級,是一條樓梯 上去之後轉左手邊 轉左手邊走到盡頭 之後又要下樓梯 下樓梯之後又要轉右手邊 現在正在走新翠村旁邊的這條石屎路 一直就這樣上去 這裡就是起點了 好棒啊 這是什麼玩法 我們現在就去到世界花園站 之後怎樣走就繼續看下去 來到這個重柏路 就要過馬路 挺壓穩的 從柏路過來之後 我們又要過馬路過來這邊 之後就沿著這條斜路一直上 這條紅梅谷路 兩位觀眾今天就盡量爭取好表現 如果要變成長期的成員 就要看你們今集的表現好不好 要表現什麼 表現什麼就是盡量爭取發言次數 好啊,努力 對,支持在盟 謝謝 好,走到這裏 我們要下樓梯 然後再轉去這邊 好啊,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看到有個郊野公園的路牌 我們就要轉右手邊 然後過馬路 過完馬路之後 又是一路向上的 好啊,我們在這裏就要轉上去 好啊,上來就開始這個施生的旅程了 好啊,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看到這裏就有個廁所的 那是最後的補給來的 補給就是叫你放下幾粒 不是叫你進去吃東西的 沒錯,但是也有補給的 有氣水機的 OK,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這裏 看到這個紅梅谷燒烤區的位置 我們稍後就要這樣進去的 同時我們這裡會看到有個路牌 寫著去望枯石的 那是一公里左右的 那就是要向這個位置上去了 好,走上來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紅梅谷自然教育徑的一輪柱 那就要繼續一直走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走這個 獅子山,望枯石 然後就去到這個全市中的祝園 那我想問今天這條路線是怎樣走啊 那至於你那些,介紹一下 那全場就是6公里的 我們就會在大圍出發 在祝園完成 那我們會經過獅雄古道的 就是紅梅谷至獅子山的一條古道 那會經過望枯石的 然後就上獅子山頂 然後就獅頭獅尾 然後下去加達駕 落物理號徑第五段 然後就去祝園走人 好,那不如觀眾進來介紹一下這個獅子山 哈哈 獅子山呢 好像是一個香港很出名的山來的 是的 代表著以前70年代 代表現在80年代 羅文的獅子山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 香港的精神 就是我們稍後就會上山 體驗一下獅子山上的精神 是的,沒錯 可以看看獅子山下的人有什麼精神 是的,沒錯 可以在獅子山上滾下去 在獅子山上滾下去 是你 當然 他要表演 但是呢 行山最重要是安全的 我不建議你這個表演的 安全一點 差點被他妹妹打中 是妹妹 還有沒有更多的講解 是的 有傳說說獅子山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九龍 有九條龍 是的 然後呢 不知道什麼東西呢 就掉了一隻獅子下去 就鎮壓著這個九龍 我相信你是掉的 不是獅子 而是妹妹 另外那八條龍 好像就是被八仙嶺鎮壓著 又好像是 是的 以前民間雙船 九龍過去是有九條龍遺患的 所以上天呢 就派了一隻獅子下滾去鎮壓 那現在八仙嶺呢 就收拾了其中八條龍 那剩下一條龍呢 就被鎮鎮鎮鎮壓著了 是的 那還有獅子山 其實是一個比較性格比高的一座山 性格比高 性格比獅子直高 哈哈 它有意有難 基本上你是由大圍啊 九龍啊 然後旁邊左邊右邊上邊的樣子 都可以上到獅子山 我想知道為什麼由上邊上去 吊下去 坐吧 直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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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很囂張 你搬聚 有段時間沒有出來 是要先搞事 這座獅子山高495米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 開波路馬路出發 好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樓梯的出現了 我們今天大部分的路況都是樓梯的了 有海水的地方還有樓梯 耶 真的很討厭 現在這個環境真是CP很高 又有樹蔭 沒有拍照 可以啊 原來Hermi 和我的名字差幾個字 哇 原來今天的Hermi觀眾團 是一個攝影師 我是一個不懂得拍照的攝影師 是一個不懂得拍照的攝影師 遮光罩又不是 挺專業的 不是啊 我只是上機必備的 我是純粹遮光罩的 上機必備的 但我沒有 真是囂張我了 是不是 聽聞 小金姐是很喜歡程姐的 是啊 講解一下 講解一下為什麼 因為程姐正 程車除了正之外 這個眾人都所知 查明 又有美女 嘩你很懂得說話 嘩 嘩你很懂得說話 嘩 嘩 嘩 我都沒說過程姐這樣 她已經說過程姐的 哈哈 好啦 那大家看到 沿途暫時都是這些石屎爐 有些樓梯 那樣的 好啦Hermi 是 你知不知道每次有新觀眾出現 都要問一些問題 是 我想問 我 你看過最難忘的一條片是哪條片 最難忘的一條片 還有為什麼 應該是上一條片 是PL 真的 隊長VL 是 偶像 是 是 是 所以我很羨慕 你有機會可以跟VL行山 好 你可以去 Gmail問他 或者IG direct 看看問他肯不肯贏 有約過 是 失敗 是 原來是這樣 想問一下為什麼你會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 還是沒有訂閱 有訂閱過 當然有就算 嘩 我看了這條片很久 是吧 由什麼時候開始訂閱 由 虎山 哦 私藏虎 對 海水第一條片跟你行山 哇 忠實觀眾 知道海水什麼時候第一次出現 對 所以 一直都很想找個機會跟Hermon團長行山 哦 沒有客氣 希望可以加入他成為一個長期觀眾 哦 但是 每次都沒有夾班時間 對 這次是夾班時間 對 剛巧 見到134 Hermon又搞了一個觀眾的概念 對 那我就 嘗試一下這個機會 對 大概兩個半月 終於成功了 OK 那到片尾我就會問問你 是 現實中的Hermon 跟你想像沒見過真人的時候的Hermon 有什麼不同 那我就會問問你了 先想定 好 小欽 剛剛阿晴姐就問你 阿晴姐和Hermon第一條出現的片 史多啤梨魚 不錯 不知道 我給你一些提示 他們是怎樣認識的 哦 我知道 那個 不知道什麼越野菜 那些 那我和Hermon又怎樣認識的呢 師生長生 那現在我們一共有多少個隊員呢 很多個 將會有更加多個 不是 哎 最喜歡Hermon哪條片 虎烤石行 為什麼 好看 很甜 刺激 竟然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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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呢 第二條 嗯 跑排路線 因為自己去不到 去不到 好看 哦 我們快就可以去到的了 我最喜歡晴姐是雙烤石間 為什麼 因為晴姐好有型 晴姐想要跳下去救人 哦 我打算跳下去 晴姐好有型是真的 要插一下晴姐的蟹子 哈哈 否則沒得出現了 知道什麼事 是 那小金呢 他就答齊了 算是答齊了 那些問題 算是 我們新觀眾團的 成員 那 大家繼續 留意 我們的行程 好 上到來了 對啦 我們類似見到一些引水道的物體 那有點像這個 虎鷗石河的引水道 哈哈 哈哈 是引水道 大家先在這裡休息一下 還頂得順 頂得順 OK 不是問你 問觀眾 哈哈哈 哈哈哈 OK 休息是要為了走更短的路 OK 更短的路嗎 為了不要嚇到觀眾 我們就 免得第一次見面 就這麼扯 所以我們今直呢 走我們很久都想走 但沒有機會走的 獅子山 好耶 好行的 你這髮型 說真的 我真的 這麼久 我沒拍過獅子山的照片 是嗎 是的 好 除了有一天我特別想去拍照之外 是的 不過那個是夜景來的 嗯 今天是有個特別的 因為我走過兩次 但我沒有上過獅子頭 哦 今天是挑戰一下 小心點 那阿晴姐呢 第一次行山上梅子林 第二次好像已經上獅子山 那這次是第幾次上 數不完 數不完了吧 多到數不完 是啊 海水你知不知道有些水在哪裡流下來 在獅子山流下去 在天上流下來 在水道 真的是獅子的尿 沒有啦 又不可以這樣說尿 你可以看到沙都夾到便便 所以其實有些賴屎 真的是獅子有神石 應該是賴屎 獅子有神石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 獅子山的英文是什麼 Lion 鑽石山的英文是什麼 大文條 那我想問 黃膚石的英文是什麼 讓我看一下 Aman rock 阿媽 黃膚石 其實那個正確讀的是 阿媽 rock 知不知道這是阿媽 因為阿媽揹著兒子 以前是 可以說 這個港英時代的時候 外國人是很喜歡請 中國人去做馬姐 這樣 望膚石的外形又有點像 一個馬姐揹著兒子 所以他就叫做阿媽 什麼叫馬姐 馬姐 馬姐就是以前的工人 疯起不嫁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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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起不嫁 就是那些姑婆屋那些 對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望膚石的傳說 你們聽過哪一種傳說 等老公 好像是老公去外 什麼 坐船去做事 然後就出海 然後就出海 然後就想山網 等她老公回來 等下變了石頭 對 看來大家都是聽這個傳說 我也是 阿晴姐你有什麼特別的傳說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 有沒有特別的金句想爆出來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觀眾很期待想聽你爆金句 是嗎 是啊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 休息完了之後 我們繼續走 我們是要過對面 看到那裡有個牌 寫著這個 詩衣山網膚石 他說這裡 上詩衣山要一小時 可以看網膚石 要半個小時 Hermy哥 你覺得我們需要多久完成 我覺得 可以啊 沒有兩三個小時 不用想 為甚麼呢 好了 其實這裡有兩條路 都是可以上去的 但是一條是斜一點 這裡寫的 一條是斜一點 一條是平坦一點 這樣 當然是平坦一點 小金針 很斜 有什麼感覺 加油 都好過樓梯 不是喔 是樓梯來的 不然我的假姐 走 好 之後呢 就開始走一些 沙石泥路 好 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水的溪間 有一點點的 哇 很棒 Hermy是喜歡逛間的 是啊 我喜歡逛間的 好 下次逛間 拉你出來 逛間啊 捆邊啊 獨木舟啊 露營啊 那些適合我 寶石 SUP那些 寶石 我明天去找寶石 去寶石 OK 樓梯啊 不行 我不行 是樓梯啊 哇 擺光了 相機都看到樓梯 擺光了 嗯 依然曝光 看來這部相機很害怕 這裡樓梯幾三眼 你看 我聽到她的心跳 是不是 你聽到她的心跳 為什麼仍然像三眼 這部樓梯看到了三眼 不是嗎 今天海水可以燒枝 我瘦了很多 還要瘦了 還欠個肚子 還未瘦了 空是OK的 對奶有看的 被Coy姐說 空比女人更大 哈哈 好了 我們來到一個樓梯的轉彎位 看到的都是樓梯 金姐有沒有走過石間 沒有 OK 你應該要體會一下石間的開心樂趣 夏天的時候 只是走過不同寨 不同寨也OK 晴姐呢? 什麼? 有沒有試過走石間? 有 什麼石間? 馬大 雙鹿呢? 有 其實很多石間我都走過 是嗎? 走過最美的石間是什麼? 馬大 馬大 那下次要嘗試帶你去黃龍 好啊 黃龍好啊 黃龍正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這個天氣 是剛剛下了完雨 然後早幾個星期又打風 然後現在那些熱 那些水氣蒸發 然後混在這個淋裡 是非常滿熱的 那所以呢 我又全身濕透了 昨天我在這裡遇到一個男觀眾 是 然後男觀眾就問我 喂沒理由這麼糟糕 你和Vero對著走路的啊 你走的是路 不是他走的是路 你走的是山 是 原來是這樣 哈哈 接著之後就 就什麼咯 說你們走了四條黑白路線 沒理由這麼糟糕的啊 叫他走走 叫他跟著VL 海水 在網膚石 有網膚石在這裡 我想你很快會變網膚石 他連棲都沒有 啊 哈哈哈哈 他那個叫球女石 OK 球偶石 喂 蜜蜂啊 哈哈 走得幾快 為什麼這裡這麼涼 是 為什麼這裡這麼涼 是 程姐知道嗎 因為我有風扇 錯了 這裡呢 冷氣走廊 為什麼 因為上面有很多蜻蜓 對了 那有蜻蜓代表什麼 他們會拍攝的嘛 那他們拍攝 就製造一些風的流動 哈哈 我只想亂說 OK 好了 我們來到這個 忘膚石 不是禁止 OK 忘膚石 那這裡呢 有個超市的閘口 它已經幫你推開了 當心大隻滾一下 OK 這裡呢 就是 忘膚石 這塊忘膚石 遠梯就像 近梯就像一塊紫黏土 然後呢 哎呀 哎呀 它會塌下來的 不好啊 好 You see the sea I see the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Shine Shine Sunch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Sunch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Shine Shine 這裡很多桃鴉 這裡? 為什麼他們要桃鴉? 你問我 因為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精神是桃鴉? 因為大家的老公都不見了 所以留下 加一 望夫加一 哦,我明白了 那些人寫什麼桃鴉 其實現在打張卡就當來了 不用破壞石頭 這些 這些黑上去 有點不能 回來我們的 Herman Pond Tube 我 撞完了 什麼 我那隻掛鐘 什麼掛鐘?普通公主舖 不是啊,南虎那虎那隻掛鐘 真是未預計者一秒會者摩陣陷 不是啊,南虎那虎那隻掛鐘 怎麼那種掛法 那隻掛 嘩 嘩 嘩 聽師匪師說 掛鐘 大叔的愛啊 這個就是望夫 先看看 看著 看著 2 1 你有沒有吃飯啊 真的 是愛啊 頭 他的帳 打開 你看 你會這樣吧 頭 har 你呢 有一點 但是下面 該怎麼樣 是 你不要 太憬了 之後 你怎麼樣? 我很吵 膠粥氣 好了,我們跟黃膚石說再見了 我們就沿著超市的推閘出去 之後我們下一站就是去獅子山的山頂看獅頭、獅頸 好了,下來了這邊之後 我們就要轉傳說中的右邊 回到剛剛的位置 好了,我們現在就開始走樓梯 又是樓梯了 好了,今天走完樓梯之後 就開始變回一些沙石的平路 突然間抽問的問題 程姐有一集是中途退出了 請問那集是哪集呢? 有一集好像是三大連走 不是,三大連走 是中途加入 中途退出應該是 中途退出的? 在北大洋等了一個小時 什麼限山? 九龍限山,十三座山連走 嘩,厲害,那裡全名叫什麼 我們走到一半去了,去了學鬥水桶 嘩,這些就是忠實粉絲 學鬥啊 不過,你什麼時候出了? 我就忘記了 我記得是聖誕節 因為前一天我打通宵牌 哈哈,原來是這樣 我也忘記了 好了,今天來到這個路口 我們可以看到牌 我們剛剛在望膚石那裡下來 現在就要向這個獅子山的方向走 那我們繼續吧 我發現VL隊長的這樣行山 是真的舒服一點的 有學校給人 哦,對 VL,還有拿腳先上樓 對 好了,海水 今天我們走的這條路 原來是有點來頭的 對 它的名叫什麼呢? 叫屍雄古道 沒錯,屍雄古道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如果沒有聽過,現在應該第一次聽吧 聽一下吧 哈哈 OK 那我們都是貫徹我們學過的東西 對,蘭又拍一下,二又拍一下 對,其實很多古道都很簡單 古道的前面那兩個字 就是那個目的地和出發地的宿舍 OK 但有一個叫乾隆古道 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乾隆古道應該是直落顯境 我知道 都差不多了 我們都走了這麼久 我們沿途又吹吹吹 聊聊聊 那我們聊聊聊 都差不多到這個風雨亭 紀念亭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你不要學隊長了 哈哈 我知道你在學誰說話的 OK,來到這個位置 回歸紀念亭 我們都要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這個回歸紀念亭 休息完一會後 我們會看到很多路牌 有去環頭嵌的方向 有去北架山的方向 還有這個去獅子山頂沙田咬的方向 我們就是要走去獅子山頂沙田咬的方向 繼續走 我們來到這裡 看到有一個座標 這輪是一個軍事的座標 挺好的 這條路是有很多歷史的遺跡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走前多一點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風雨亭 風雨亭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獅子 之後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沙田咬 不是走這邊 我們要繼續向獅子山頂 還有0.4公里 這樣又是樓梯級繼續上 好 看到這塊石 真的代表我們快到了 喂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一片無濟的城市景 我們在獅子山頂的路程上 我們會看到一塊打卡石 但這裡打卡也比較危險 這裡拍的景是一流的 但大家打卡的時候就要小心為上 好 這裡這麼漂亮的打卡位 拍完照之後 我們要直上獅子山頂 終於攻頂了 是嗎 是 怎樣 怎樣 第一次走獅子山 有什麼感覺 什麼第一次 第一次拍片 第一次拍 我這樣說一下 什麼時候走獅子山 我是13歲的時候 第一次走的山就是獅子山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 向江人一定要走過的山 向江 無論你在哪裏 真的你的行山歷史有多久遠 我覺得一定要走一個 走過獅子山才叫做 獅子山 是一個 熊江的山系人 叫做獅子人 多謝你分享和解答 我們會吸收和聆聽 好啦 我們經歷了樓梯的挑戰之後 我們差不多來到這個頂部頂頂 OMG 終於體驗到這種精神了 剛剛來到這裏 看到這個懸崖危險物盡的牌 我們是要轉左手邊 之後呢 一大塊石頭 之後呢 我們是繼續直走的 好 差一點點 繼續上 好 來到這裏 看到有些爛崗 到了 啊 轉右 好 轉右 絲頭 好 好 焗啊 OK 上到來 這個獅子山的頭頂 獅子頭上釘膝 OK 這裡難得四處無人 可以獨享獅子山頂 好 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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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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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感覺小金聲? 上來三次終於上到獅頭了 什麼感覺?其實都不危險 不,都危險的,不過讓你以為吧 但我還沒落散 落散可能就不是這樣想 其實那邊都應該開始下雨 那邊都是幽靈花囊 幽靈花囊其實就在這裡 通常山系的人會分了幾派 多數有正常派和險線派 兩個派 還有些人可能是娛樂線派,打卡派 我們雖然說,像隊長說難又派,二又派 但是絕對不會 應該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走到幽靈花囊 暫時,將來未知 有安全的繩子或攀山的裝備 或者會試一下 但是要等下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等下別人戴一下 不然自己如果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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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在那邊,獅頭那邊,過了這裡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離開了 然後呢,就前往我們的左邊 然後呢,聽聞那裡好像有很多打卡的好位 那現在去看看究竟 嗯,那都是一樣啦 那些梯級 啊啊啊啊 他走了什麼? 你在叫什麼? 他在我的耳邊 什麼在你的耳邊? 蜜蜂啊 哈哈 海水,有蜜蜂啊 啊啊啊,他在我的耳邊啊 快點跑一跑 什麼事啊 海水,聽到蜜蜂,走得好快啊 跑啊跑啊 他在我的耳邊啊 耶,你又跟海水同一拍啊 也是怕蜜蜂的 大哥,他在我的耳邊啊 我也是你耳邊啊 不過上到今天都幾大霧 所以應該打不到這些卡的了 OK,來到這個位置啊 見到了 舒子山的牌 正啊 講一下啦 要講一下啦 講什麼? 這邊呢 是施美隻上來的路來的 嗯 有興趣的話呢 做了準備再挑戰吧 即是你想要下次上來是不是? 我走過了 OK 好了,那在這個獅子山這個牌那裡 就轉過來這邊了 那呢 見到一個很重要的message 清潔郊野仁仁山 物流垃圾在絲山 WOW 哪個這麼有idea 這個東西正的 然後呢 我們呢 會見到有個路牌 有0.4公里 走4分1個小時 就去到物理浩徑 或者呢 可以經1.8公里 走1個小時 去到沙田咬的 都是這條路下去的了 那這個呢 嗯 拜拜 好,都是走一些梯級 然後呢 就一直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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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呢 就會見到一個電塔 那如果長得高的朋友 就小心這些狗爪釘 這些位置 嘩 怎麼高化 如果你高太高的話 就小心這些狗爪釘 勾爆你頭皮 那我們呢 就繼續走下去了 好了,來到這裡呢 有兩條分岔路 這樣呢 一邊呢 是去這個北架山方向 一邊呢 是去這個沙田咬方向 那我們是去什麼方向啊 海水 北架山 北架山方向 哎,好厲害喔 搞錯了,咪高都不知道 那我們呢 就現在呢 去這個 OK 北架山的方向 繼續走 哇,落山的過程裡面 這裡都幾... 尋憂探秘感覺 好舒服啊 大自然的景色的靈氣 不是用言語可以簡單的形容 好,現在就行動物理號徑第五段 M105 好,來到這個LEGO磚 我們是要轉左邊的 好,來到這裡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機窗寶的遺跡 有沒有人願意講解歷史啊 好,你們兩個猜 好,我想問一下這個機窗寶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這個機窗寶 就是在1930年代就創的 嗯 其實就是日軍入侵香港的時候 在醉酒灣的一個超級防線 是 那裡面有些位呢 就讓你擺機窗 還有呢,有一些很堅硬的外牆呢 就可以擋住人家的子彈 是 而那些外牆呢 就是石屎製成的 那它就很厚 有三英尺這麼厚的 是 都可以抵禦到兩磅的大炮攻擊 還有都可以給到十幾個士兵可以聚守的 嗯,大家照書讀的模式是幾不錯的 對啦,兩位的程度都很合格 是,證明我們不是聞完 證明我們不是聞完 證明我們不是聞完 OK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超級的雕堡 是真的幾別資的 不過雖然現在是關滿了一些很青很青的亂草 都看到當日昔日的痕跡的 有些歷史的味道 那之後呢,經過了雕堡之後 我們呢,就繼續向右手邊 不,繼續一直一直走 對啦,現在呢 就是一路走回去捉圓的方向 好啦,來到這個路口 轉回右手邊 剛剛那個春風亭就是這裡的 那我們呢,就一路沿路 就下去這個回歸紀念亭那裡 好啦,下來這個回歸紀念亭這裡呢 我們呢,是要轉這邊去環頭咬的方向 Sorry,是環頭陷 重點是環頭陷陷陷的那條路才適合的 好啦,來到這裡呢 那看到有些美猴王在這裡 大家就要小心點 收好那些食物啊 那些可以被它搶走的東西 那你不搞它,就不會搞你的 是爆汗,正在散熱 好啦,之後呢 我們走到這個鋪得很漂亮的磚石地那裡 好啦,那就代表呢 我們呢,就來結束我們今天的行程了 Hermy,記不記得我今天會問你的問題啊? 林美 沒錯,待會記得要回答啦 OK,那下來這裡 我們呢,就走到終點了 好啦,在這裡下來呢 轉右手邊呢 就是這個獅子山公園 那我們呢,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黃大仙區了 好啦,那我們就來到這裡 結束今天的行程了 好啦,那記得片頭的時候 有啊,問過你一個問題 記得啊 那我現在就問了小金姐 是 現實中的Herman 和你們想像中 還沒接觸的Herman 有什麼分別呢? 經過今天一天的體驗之後 那Hermy先呢 看片中的Herman 是幾好笑的 是 說話比較風趣又聞 但現實一點就不好笑的 現實上又是更加風趣又聞 原來是這樣 是這樣的 是啊,真人比上鏡是更加帥 我懂得說話 說了我那句 希望 哈哈 OK,下一個呢 瘦一點 再之後 帥仔 風趣幽默 和程姐很放閃 是啊 盲了 程姐和Herman 真的是絕配 一隊 超閃 拍完詩衫生就盲了 OK 好,那程姐過來 對於今天的觀眾有什麼評價 對於今天的觀眾有什麼評價 可以成為一個正式的隊員 可以的 OK的 OK的 因為他們那個 平衡和腳步都OK 嗯 要休息的他們會說 我告訴我自己要休息的 嗯 可以的 好,歡迎小金姐和Hermy的加入 成為這個正式的Herman團隊的成員 好耶 希望接下來了 就多些出現 好,那我們就喜歡這條片的 就like啦,subscribe啦 訂閱這個頻道啦 follow這個Facebook Instagram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訂閱是免費的 記得訂閱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Hermy說有些重要的東西要呼籲 是嗎? 是啊,這個世界是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哇 記得扔出去吧 帶到市區才扔 厲害啊,Hermy 膠樁是可以回收的 如果可以 什麼?我再說一次 膠樁是可以回收的 是可以拿回收 哦,這個是環保人士 是不是 這個是生夜無恨人士 生夜無恨啦 OKOK 好,大家記住啦 好,上面這個獅子山公園 到來這裡 那我們一直沿著這裡 就去竹園島了 詩問誰或未發聲 都寫我其誰為我成 天生有權 天生有權 還有心可作主 誰要應命錦醒 詩問誰能未覺醒 聽真哪智有才走明 極其在難為悔 令那份量之和益 為好美夢仍是個夢幻想 等人士後應 為這黑與白正 非與事真 與毅內造正 為這世代有未來 要及善殺兩眼睛 詩問誰或未發聲 都寫我其誰為我成 天生有權 天生有權 有心可作主 誰要應命錦醒 詩問誰能未覺醒 聽真哪智有才走明 極其在難為悔 點起隊的難分量之和益 曲這些 medidas 讓善殺二越 證明 地可悔 無能以勝 从我抗争反弱我必要死 问我手中拥我手不为谁我命苦力弃 任何时一有责任有自由决定严寂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 in the song of angry me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do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cycles the beating of the troughs There is a life that bounces not when tomorrow come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 in the song of angry me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do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cycles the beating of the troughs There is a life that bounces not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 in the song of angry me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do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cycles the beat of the troughs